在英国有了一群这样的人 他们专门替政府处理一些贱物的人的脏活 只要啃出钱 一切都不是问题 他们装备精良 典型的家族是雇佣兵团 势力盘根错节 政府高层有时候也要忌惮三分 这个组织名叫黑天鹅 正所谓与虎谋皮 心里都有各自的小算盘 在长达40年的时间里 为政府立下了汉马功劳 可是随了一段视频意外在网络上曝光 让黑天鹅彻底和政府决裂 继而引发了欧洲之星 在英吉利海峡深处遭到劫持 可话又说后来 到底是一段什么样的视频 引起轩然大波 英国政府又能否划起劫持事件 还是选择妥协 一切的答案还要从稍早时说起 在遥远的哥鲁吉亚 一个小村庄挡住了燃气管道的去路 这条管道是为英国输送天然气的 英国高层几次出面谈判 都未能与当地人达成协议 为了加快燃气管道的建设 于是便让黑天鹅出面解决 特种空亲团的老大给了200万英镑 让黑天鹅来个先礼后兵 黑天鹅老大威廉 直接把这个活扔给了女儿格雷斯 因为他知道女儿的行事风格 一直属于强硬派 相比之下 自己的儿子奥利弗就显得有点优柔寡断 格雷斯拿着白布条 走进村庄准备谈判 却意外发现这里的村民 已经在枪口对准了他们 随着格雷斯的一枪打出去 整个村子顿时陷入一片混乱 战斗从下午一直持续到晚上 几乎整个村庄的人都被屠杀 一些侥幸活下来的人 也没能逃过奥利弗的火枪 这些雇佣兵似乎很享受杀戮的快乐 他们坐在全部男人 让女人活在巨大的恐惧之中 很明显是想树立自己的威信 可让他们没料到的是 一个女子偷偷用手机 录下了这残忍的屠村一幕 这段视频开始在网络上疯传 随其国际刑警发出红色通缉令 通缉威廉和他的一双儿女 可此时的威廉一家就住在伦敦 这让首相意识很为难 如果不尽快和他们撇清关系 自己的国家便会成为众矢之地 但是如若现在清剿他们 必然会苟急跳墙 撕破连对谁都没好处 权衡再三 首相紧急召见了空亲团的老大 都这个时候了 老大还在为黑天鹅说情 首相就命令他立即除掉威廉 速战速决 不给他们喘息的机会 这样就可以顺势摆脱掉这个大麻烦 看来政府高层 这是要过河拆桥 谢墨杀驴 可威廉这边也不是吃干饭的 他们早就在特种空亲团安插了内鬼 就是为了以防万一 以免到头来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直到自己的组织会遭到清洗 威廉便悄悄安排好了一切 只等着空亲团的人上门 这边我们的特工汤姆 就率先接到了上级的命令 其实他这会儿正在和自己的女友腻歪 汤姆打算次日带着女友去巴黎 来场浪漫的求婚 还没来得及说出口 就被上级一个短信息叫走 汤姆借过靠近威廉位于伦敦的别墅 再和开门的一个孕妇聊了几句 便识破对方的面目 随即一个反手将孕妇放倒 打开衣服一看 怀里揣了把枪 果然验证了汤姆的猜想 以假怀孕来掩护自己的雇佣兵身份 刚收拾完这个女杀手 楼上便是一缩子子弹飞来 看来威廉早已做好了准备 其他队员这时赶过来支援 现实发射了几枚烟雾弹 紧跟着就是一通猛烈还击 精准射杀几个雇佣兵之后 汤姆和一个队友冲到一楼的大门口 用力揣开木门 却发现里面还有一道铁门 爆破手随即放上炸药 铁门被炸开的一瞬间 又是一阵突突再下启程 但是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 会有自杀式炸弹袭击 还好汤姆演技手快 一枪撂倒对手 很顺利地将威廉在屋里擒货 此时的威廉就静静地坐在那里 显得异常镇定 而他的一双儿女却不见踪影 很显然 他是要牺牲自己 保住儿女 空亲团的老大赶过来 支走了汤姆 他不想他们的肮脏交易 被外人知晓 于是便迫不及待地 坐掉了威廉 汤姆上楼继续搜索 突然一个身影 从背后掠过 他还以为是格雷斯 立即追了过去 可是当女杀手一转身 汤姆傻眼了 又是一个人肉炸弹 直接女子手里 拿着一个拔掉保险的手雷 汤姆一看不敢怠慢 一枪将其抱头 随后带着队友就跳到窗外 本来是一场万无一失的抓捕行动 现在却搞得如此狼狈 不得已的情况下 汤姆被暂时停职 不过这样也好 正好陪女友去浪漫一把 次日两人高高兴兴地 坐上了欧洲之星列车 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逃出来的格雷斯 一融成他人的模样 也坐上了这趟列车 格雷斯一上车 便来到厕所 撕下了伪装的面具 也正在这时 一个男子发现了他的秘密 格雷斯二话不说 直接将其拖进来放了鞋 看来只有杀人才能让其兴奋 这个时候 汤姆被女友叨叨的不胜其烦 便假接上厕所的名义走了过来 正好看到格雷斯一闪而过 再看看卫生间门把手上的血迹 他就意识到大事不妙 两脚便踹开厕所门 果然发现了一具尸体 随即赶紧追着格雷斯而去 原来列车上不止格雷斯一人 他的几个追随者都在上面 汤姆预感格雷斯有更大的阴谋 便悄悄将此事通知了队友光头 那只光头的上级在收到情报后 不但不派人协助汤姆 反而把此事泄露给了格雷斯 格雷斯看了短信 嘴角露出轻面的遗像 因为他料定汤姆 根本猜不到自己的整个计划 格雷斯可不仅仅是 劫持欧洲之星那么简单 他还有更大的阴谋 此时列车刚好进入英吉利海峡隧道 也正是格雷斯动手的好时机 他带着手下劫持了列车的驾驶室 干掉驾驶员 拉起了紧气之洞 一阵火花事件 列车被强制停在了隧道中间 接着格雷斯按下了紧气按钮 控制室收到警报 还以为发生了车祸 立马派出消防队前去营救 其实他不知道的是 消防队的人早就被奥利夫代替 此时的汤姆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依旧在一节一节的车厢 搜寻格雷斯的身影 奥利夫带着十几个手下进入隧道 不但带来了大量武器 还有一些钻探设备 汤姆寻着声音摸了过来 在听到格雷斯的声音后 不假思索地冲了过去 可是一个人 怎么能逗得过全副武装的对手呢 在干掉一个供应病后 只好先躲了起来 安全通道的门被锁死 奥利夫就用强力炸弹爆破 爆炸产生的强大冲击力 直接震碎了整列高铁的车窗 无辜的乘客 成了这次爆炸的直接受害者 听了乘客的惨叫声 身为医生的汤姆女友及时站了出来 他尽量帮助受伤的人们 却无法相信眼前的一切 汤姆此时放心不下女友 就悄悄混进车厢寻找 殊不知 格雷斯已经下令在寻找自己 无奈的他 只好趁雇佣兵不注意 一个翻身跳下车厢 迅速躲到铁柜上 汤姆再次联系了光头 并且拍下了格雷斯的近照 强调对方并非想逃跑 而是在制造恐怖袭击 此时的空勤团似乎还是不打算行动 只是要求汤姆撤出隧道 以免威胁更多的生命 可汤姆甚至责任重大 况且女友还在车上 他又岂会轻易离开 为了找出汤姆这个特工 格雷斯也是煞费苦心 先是让手下用电脑 强制封锁了所有的安全通道 接着让人逐个车厢下寻找 最后让女杀手去搜集 所有乘客的手机 只要乘客中有汤姆亲近之人 他们必然会联系 到时候就不怕汤姆不露面 而汤姆的女友 此时也不知道格雷斯是什么意思 于是就悄悄悄 自己的手机藏进裤腿里 随便捡了一个乘客的手机 蒙混过关 发生了这么大的事 媒体自然更关注政府的表态 首相为了不牵连自己 让空勤团的老大 赶在事情闹大之前 去做掉格雷斯 而这个老大根据情报 也感觉内部出了内鬼 不然格雷斯哪有那么轻易 就劫持了列车 与此同时 格雷斯还在谋划另一个阴谋 他的手下把钻探设备架在铁轨上 对着隧道顶部开始了作业 此时空勤团的一对人马 总算出发了 可是他们的第一次进攻 就遭到猛烈阻击 显然对手是早就设好了陷阱 这让老大更加怀疑身边的几个人 做事手段残忍的格雷斯 没想到此时发起了善心 让身为医生的汤姆女友 给一个小女孩包扎伤口 这给了他联系汤姆的机会 随即汤姆来到女友所在的卫生间底部 捅掉马桶 总算联系上了女友 他本想带着女友和小女孩一起离开 在那女友是个圣母表 坚持要留下来救人 为了不让格雷斯怀疑自己的女友 他只好在带走小女孩时 一拳打晕了女友 然而这并不能打消格雷斯的怀疑 他让手下搜遍了汤姆女友的全身 殊不知他的手机早已掉落在铁轨上 本以为自己安全了 谁知还是让对手找到了手机 这边奥利福在四处寻找汤姆和小女孩 那么格雷斯已经在和空亲团的老大谈条件 他给了两种方案 一是在半个小时内 给自己指定的账户电汇5亿美金 外加一架加满油的直升机 并保证着安全离开 自己就答应放了全部人质 二是 如果不能满足这些条件 那自己就把和政府合作的黑历史全部抖出来 来个鱼死网破 反正自己都已经这样了 正所谓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奥利福这边寻找的车厢尾部 汤姆趁其不备和他打了起来 随后赶紧嘱咐小女孩 一直沿着铁轨跑 最后小女孩补负众望 跑了出去 汤姆在干掉几个雇佣兵后 匆匆逃离 不过在最后时刻 还是被人击中腿部 亮亮枪枪的汤姆四处摸索 却意外发现了钻探设备 为了搞清楚是怎么回事 他徒手做掉了一个杀手 顾不上多想 跑到消防车拿走了急救包 正在处理伤口时 一个雇佣兵发现了动静 警觉着汤姆躲在背面 一个反手成功手刃对手 随后他顺着打通的井口爬了上去 却发现了一个惊天秘密 原来格雷斯的目的并不在列车上 而是瞄准了最到上方的燃气管道 此时一个雇佣兵正在安放定时炸弹 汤姆的出现 让对手捏紧了起包器 要么同归于尽 要么汤姆放下手枪 为了稳住对手 汤姆只好把枪扔在地上 雇佣兵在关掉起包器后 两人扭打在一起 一个不小心 两人从通风管道跌落 对手直接被扎死 而汤姆则幸运捡回一条命 与此同时 格雷斯准备和空亲团的老大 面对面谈判 还没有说出个所以然来 格雷斯就一枪做掉了光头的上级 而空亲团的老大则愿意支付赎金 不过这笔钱不是政府出资 而是由燃气公司买单 要说格雷斯也是够聪明的 他做了两手准备 在两人谈判时 已经录下视频 如果不信守承诺 将视频曝光于天下 第二是拿到输金 他也不会走出隧道 而是要炸了整个燃气管道 从而趁机脱身 随后格雷斯还利用 汤姆女友的手机 给汤姆发去了短信 目的就是引诱汤姆先生 然而根据短信的口气 汤姆觉得事有蹊跷 于是在半路上劫持了奥利弗 这样自己就有足够的筹码 交换女友 可是格雷斯显然不想轻易妥协 就算误伤自己的哥哥 也在所不惜 无量的汤姆只好燃爆煤气罐 趁机逃走 虽说汤姆得以侥幸逃脱 但此事却成了格雷斯 要挟空亲团的又一个筹码 不得已的光头只好撤出隧道 然后让狙击手在四周待命 一旦格雷斯释放人质 一定要在其踏上直升机前 把他干掉 光头也太小看格雷斯了 他甚至不知道对手的下一步计划 此时的格雷斯带着汤姆的女友 来到燃气管道旁 戴上防毒面具 让手下打开管道 随后和汤姆女友 一起乘坐专用工具 从管道离开 而奥利弗则主动留下阻止他们 随着大量的燃气冒出 汤姆也立即穿戴好氧气罩 和奥利弗在管道口 来了一场大厮杀 最后奥利弗还是不离汤姆 被汤姆一把扯掉面具 硬生生淹死在燃气里 格雷斯被燃气 推着从管道冲出来 随后便启动了炸弹 另一边 他的几个手下 混在乘客中慢慢走下车 殊不知狙击手早已瞄准了他们 在光头的确认下 狙击手同时开枪 一个不留 然而随着燃气爆炸产生的冲击波 直接殃及了整个隧道 光头和空心团的老大 也没能幸免 这边的汤姆 在最后时刻冲出管道 格雷斯为了拦住汤姆的脚步 就一刀刺伤了他的女友 不过在简单地处理伤口后 汤姆还是义无反顾地追了上去 最终在一个山谷撕打了起来 一阵回合下来 格雷斯终究是不敌汤姆 被汤姆来了个一刀封猴 故事的最后 汤姆和女友圆满结婚 不过很快他又接到了新的任务 原来光头在被炸晕后 又醒了过来 他在做掉空心团老大后就消失了 而且那五亿美金的赎金 也不知去向 为此高层发出了红色通缉令 而就在格雷斯死后 他的那段视频也被曝光 首相自然难辞其咎 只好下台 有的网友说 虽然是反恐工作片 确实自黑政府 对雇佣兵抱以同情的片子 不知道大家怎么看 有兴趣的小伙伴 可以去看看影片 感谢观看本期视频 我是大壮 咱们下期再见